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阵子因收费站撤销 而找领导哭诉的36岁大姐 她说 我今年36岁了 我的青春都献给了收费站 除了收费我啥都不会 也学不会什么了 以后怎么活呢 真是可怜又可叹 我们常常在自己营造的舒适圈中 不愿踏出安逸的小世界 可社会却在不断往前走 待我们回过神来 才发现已经被时代抛弃 反观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 阿里巴巴以40万年薪招聘资深体验师 要求60岁以上老人 广场舞意见领袖优先 这场招聘 阿里一共收到3000多份简历 应聘者大专本科学力占一半 还有博士硕士 甚至还有用双语进行申请的 首批应聘到岗的十位大爷大妈 参加了线下沟通会 其中有83岁的清华学霸奶奶 62岁的泽家大爷 62岁的IT大爷 IT大爷还带了自己做的PPT 介绍自己 12年淘宝买家经验 芝麻信用785分 熟练操作Photoshop设计软件 网友纷纷表示 你大妈始终是你大妈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一边是年过花甲的 大爷大妈秀才艺 一边是36岁的女收费员 哭诉自己早就过了 学新东西的年龄 除了收费 什么都不会 这两则新闻放在一起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 不愿接受新事物的人 注定被这个时代淘汰 在这个大江奔流的年代 谁不是在拼尽全力地活着 毕竟这个时代脚步太快 她抛弃你时 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说 前阵子 朋友蓝蓝迷上了摄影 她买了许多 有关摄影的书籍 恶补基础知识 后来又报了摄影兴趣班 买了新的设备 同事小C听说这件事就劝她 咱们是写稿子的 你学这个没用 有这钱不如留着去旅行呀 蓝蓝不为所动 在摄影班学了半年 拍照技术提升了 照片也拍得越来越专业 就在上个月 蓝蓝的部门 新增了美食主编的位置 她上次毫不犹豫地 把她提了上去 她的工资和待遇 立刻翻了一倍 佩内洛普·菲兹吉拉德 曾说过 你学过的每样东西 都会在你一生中的某个时刻 派上用场 常在微博上 看到这么一句话 你走过的路 见过的人 看过的书 学过的东西 最终都会回馈到你身上 这话听起来 虽然有点鸡汤 却一点都没错 看起来没用的学习 可能你学的时候不太有用 甚至在别人眼里 还是浪费时间 但最后 可能会给你迎来人生转机 有人说 岁月是把杀猪刀 让曾经的追风少年 变成了油腻中年大叔 让青春明媚的少女 活成了满脸怨气的中年大妈 可是 你还有另一种选择 曾经的追风少年 成了成熟睿智的精致大叔 曾经青春明媚的少女 成了平静甜淡的优雅女人 就如徐静雷 年轻时她是文艺女青年 如今 她依旧是一个文艺优雅的女子 她说 要把人生牢固地把握在自己手里 于是 她39岁的时候 去美国动了卵子 她说 要充实自己的生活 于是 她学做裁缝 做演员 做导演 做摄影师 在她的微博上 有自画 有手工 有摄影作品 曾经串珠子 串到走火入魔 甚至被海关认为 是倒卖首饰的 有人说 徐静雷就算不进影视圈 也能在别的圈子 混得很好 她就像 女王的教室中 所说的一句话 只要还在学习 人生就有无穷的可能 她拥有的那些可能性 都是她自己努力学习 而创造出来的 非常喜欢 亲爱的安德烈中的一段话 孩子 我要求你读书用功 不是我要你跟别人比 而是因为 我希望你将来拥有选择的权利 可以选择 有意义 有时间的工作 而不是被迫谋生 当你的工作 在你心中有意义 你就有成就感 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 不剥夺你的生活 你就有尊严 成就感和尊严 会给你快乐 经常听到有人说 学习是为了 更轻松的工作 学习是为了 再多一门记忆 学习是为了 让自己不那么无知 这些目标都没错 但很多时候 我们所学的东西 并不会立竿见影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你所学的东西 并不会给予你任何帮助 但请你相信 总有一天 你所学的东西 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 回馈到你身上 这个世界 没有稳定的工作 更没有稳定的生活 任何学习 都是有意义的 保持学习 防患与未然 才能让你 不论走到哪里 都有铁饭碗 如果你现在生活很安逸 工作很清闲 你应该有所警觉 静下心来 问一下自己 如果我失业了 怎么办 我的资产 够不够我应对 未来的变故 当你问自己这些问题 你就会知道 现在自己需要去学习什么 自己就会找到答案 其实学习的意义 和有钱差不多 就是让你在未来的生活中 有更多选择 愿你将来面临变故时 能面不改色地说 没关系 我能重头再来 好了 今天和你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晚安喽 我亲爱的朋友们 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